對於細節 假如說你對於細節不是很熟悉的同學 你稍微再看一下 反正照這個順序做下來 應該基本上就不會有問題了 其實如果你忘記的話也沒關係 再看一下 反正掃一下 環境馬上就可以建立起來了 所以這個叫懶人包 也不用刻意記 忘記沒關係 回來再看一下就好了 其實我偶爾也會忘記 我看一下我就可以馬上就ready了 所以這個懶人包也是給我自己看的 因為我偶爾也會忘記 不然說真的老師要上課 還要背蠻多東西的 不然沒辦法上課 所以你們也是一樣 所以我剛剛講過設計師 程式設計師不是要你一直背一堆東西 你要學會用方法 這樣你會工作得很愉快 所以我發現有些那個 程度特別好的 以前考台大國立大學的學生 反而因為這樣子更辛苦 因為填鴨式教育他就一直背一直背 他覺得背一直記才是對的 其實反而這個年代 反而不要記才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執著太鑽牛角尖 因為遇過那種高材生 就是很鑽牛角尖 我就跟他講說你不要記那麼多 你不要一直去陷在那裡面 你就是要解決問題就好了 他就是腦筋就轉不過來 他就說可是不對啊 以前學校老師是怎麼怎麼教的 我說我就是要你看到 我就是要這個東西的結果就好了 不然你還要研究學理 是不是還要出一篇論文給我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怎麼說 可能我覺得這個方法 對一般來說比較重要 因為一般上班族 平常上班就很辛苦了 哪還有時間去做這麼多研究 所以我就提供一個懶人包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我們要做什麼 所以如果你還是有些細節不知道的話 這邊底下還有一個影片 如果你上面還是做不出來 請你把影片播放一下 有聲音啦 你就在那邊看一看 如果有些這邊有三段影片 你就哪一段影片不熟 你就把那段影片播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發現我其實 對有一些人還蠻有貢獻的 對不對 你說有佛心的 OK好 再來的話就是說 底下我有這個 我們上課的那個 就是參考用書 有這幾本 那當然 你可以試情況斟酌去購買 因為如果你要把這個技術學好 我想有些錢是還是得花啦 你如果沒有投資 你要真的學 學的真的透徹 還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底下有一些相關的簡報裡面的東西 我想我就不一個一個去跟你講 我不用照 因為有這個我想你都看得懂的 你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入門概念特色啦 什麼什麼的 OK 你就稍微自己看一下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那我怎麼確定說 我的PHP環境是Ready的 所以第二個 單元就是建立互動的PHP網站 那點開來 那在這邊吧 第二個 那其實這邊也是按部就班 第二單元 那這邊的話 主要 我們是要怎麼樣 建立一個指目錄 剛剛是test嘛 那這裡我們就第一步了 就要建一個叫PHP01的指目錄 那這個指目裡面的話 主要就是說 我要放一個PHP 並且它可以work 它可以run起來了 那我要怎麼run起來 其實非常簡單嘛 第一個 剛剛不是有test對不對 其實你在這裡面 按右鍵 新增一個什麼資料夾 剛剛是test 請你加一個PHP01 那接下來 請你在裡面放一個PHP test.php 就是你要能夠run 然後能夠看到東西 那裡面就是我的第一個PHP 表示說你的環境是真的可以執行PHP 那裡面的話 這個語法如果你不太會記 沒關係 這個重來一下好了 這裡面到底要放什麼 其實我們先不要用dreamweaver啦 反正我們先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按右鍵 新增一個文件 對不對 那這個文件的檔名叫test 副檔名叫php 他問你說是不是變更式 這個時候他就php 不過裡面沒有東西 請你按右鍵 我們直接用編輯好了 用什麼編輯 用記事本就好了 先剛開始 因為其實就是幾行程式而已啦 非常簡短的程式 這裡面的程式呢 就是要執行PHP 那其實說真的 那個程式非常簡短 你們在那個 哪裡呢 在第一次上課吧 我們的雲端裡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 我的雲端白板裡面的 這個PHP的第一次上課 第一次單元 我們的雲端白板 第一個 這個裡面其實都有了 我已經都幫你弄好了 你把它點開來 之後記得這邊有個彈出啦 或者不彈出 也可以你把這邊的東西有沒有 複製 彈出這邊把它複製 然後呢貼到什麼呢 你剛剛的這個記事本貼上 不用背啦 反正你看得懂這什麼意思 如果將來 他這個是一個PHP的程式的話 他的頭一定要是這個 他的尾一定要是這個 有沒有 一個那個那個什麼小魚 然後一個問號再加PHP 那結束一定要是一個問號再加個大魚 如果不是這個他就不懂了 那早期那個像ASP是用 用百分比 可是被用的 所以PHP用另外一種方式 表示這個中間的東西就是一個PHP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執行起來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 直接關起來 然後就把它儲存 儲存起來嘛 OK儲存 應該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我剛剛做的動作非常簡單 第一個 請你在這個目錄底下 新增一個PHP01 在這個底下 新增一個 其實就新增一個檔案 文字檔 然後他的檔名Test 副檔名PHP 再按右鍵把它編輯 裡面就放剛剛那些文字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不打開沒關係 你不去雲段上複製也沒關係 你自己打一下也可以 這個我想最基本的 然後這個Echo 應該懂意思吧 Echo就是把它輸出一個字串 叫做第一個PHP 最後結束一定要分號 這應該沒問題啦 然後把它關起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如何執行它呢 其實非常簡單嘛 就是它這個 在下面一層 那所以執行的話呢 我就直接直接打開我剛剛的這個 應該是這個吧 然後192.168.1.15對不對 後面加一個PHP01的目錄 名稱對不對 不要打錯了 斜線會有一個叫Test PHP Enter一下 它就會幫你執行那個PHP的程式 輸出應該就是第一個PHP對不對 Enter 應該懂的意思吧 這個指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目錄有沒有 實體的目錄會有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底下會有一個檔案 當你按Enter 我們看一下 不過理論上按Enter 這個時候會發生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不是應該是第一個PHP嗎 那奇怪呢 怎麼會變成亂碼呢 特別注意哦 網頁裡面 其實學PHP裡面 最大的問題一定會發生亂碼 而且我發現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亂碼 然後Google半天好像還是汙索 就是沒有頭緒 其實最簡單的原因是這樣 因為微軟 就是Microsoft 它不喜歡用Unicode 所以它存檔的預設都是 那個Ansi 就是Big 5嘛 那變成怎樣 你存檔的時候 如果你存UTF8 就不會亂碼 反正以後你只要記得PHP 一律就是UTF8就好 那如果你是用Excel 或者是用記事本 或者用Windows裡面的一些程式的話 記得哦 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UTF8 就不會亂碼了 OK 所以怎麼改 其實非常簡單 剛剛的那個問題啊 就是出在這裡 按右鍵 編輯一下 那我們剛剛不是直接儲存對不對 那請你把它改成另存新檔 這個地方哦 關鍵在這裡 反正以後哦 你網頁上面 嗯 很簡單的 你要改哦 就直接另存新檔 你如果沒有工具也沒關係啦 用記事本兩下就好了 底下有個編碼 有沒有 Ansi 它預設一定是Ansi 所以你想要怎麼樣呢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UTF8 按一個儲存 哦 就不會再有亂碼了 揮一筆一切亂碼 就不用說還要再想說為什麼有亂碼 為什麼 原因就是說 因為Microsoft它預設就是 那除非說哪一天 它 突然全部都幫你改成UTF8 之後呢 你就不用去care說會有亂碼的問題啦 好把它儲存 取代碼4 好 那就把它關掉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再把它reload一下 重新整理 第一個PHP 就 再也不會有亂碼出現 所以很簡單啦 你也不用去鑽六角尖了 我看那個Google搜尋排行榜前面 蠻多人都在找那個PHP 為什麼有亂碼 或者買Seeker為什麼有亂碼 問題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 你的來源 所以像Excel也是一樣 如果把Excel轉到買Seeker 裡面一定會亂碼 為什麼Excel它裡面的 內建的那個編碼 就是AMSI 那你轉過去 它預設就是UTF8 好 unicode 那兩邊一定是 那你網頁一秀出來 再去抓過來 那兩邊就不對的編碼 一定就是 結果就一定是不正確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步驟 如果你實在有點記不太起來 在我的第二次上課裡面也有了 第二次 第二個單元 不過我這個後面還有配合那個 就是 這個這個 Dreamweaver 所以這個等一下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 可以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個練習是還沒有用到Dreamweaver 只是要確定一件事 只是要確定一件事 就是你的PHP能夠Walk 而且沒有亂碼 沒有亂碼 那等到你可以Walk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的檔案很多 然後你的程式碼很複雜的時候 當然如果你用那個一般的編輯器啊 來做的話 其實是有限制 尤其是HTML 有的人當然HTML 再怎麼熟 恐怕呢 還是用一些圖形畫 像Dreamweaver 幫你拉一下拖一下 做個表單 你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還要再打一個FORM 然後FORM裡面還有什麼TestField 然後等於多少 寬多少 自己要打 那太太太拍密了 你可以怎樣 用那個Dreamweaver幫你做啦 做好之後 切過來看一下 好不好OK 然後呢 就可以做一些互動 比如說 大概PHP常用的功能 大概就是說 如果你要讓人家登錄帳號 帳號密碼 或者是說你要傳遞一些參數 給下一個網頁接收 然後去做什麼樣的動作的話 那當然這個地方 常用的 那這個地方 要怎麼完成 這個我想慢慢來 請各位就試一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要在PHP的資料夾裡面 建一個沒有亂碼的一個Test 點PHP的一個網頁該怎麼做